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 在两会期间接受大陆媒体访问 称中国没有要求60岁以上人群接种疫苗 是因为在疫情防控下 长者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感染风险得到了控制 他说 打不打疫苗 什么时候打 如何打 都是一个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平衡问题 不过高福后来也补充 老年人的数据我们没有或者很少 所以我们比较谨慎 台湾防疫专家中研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 何美香博士认为 60岁以上人群能否施打 一般来说会考虑疫苗本身 对高龄族群施打后的效果如何有关 但中国在这方面的数据很少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83岁的董建华 3月5号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式不慎跌倒 引发一阵紧张 由于他一周前在香港打了科兴疫苗 引起网友议论 何美香认为 董建华可能是开会压力太大 不慎摔倒 可能与疫苗关系不大 但施打疫苗后可能出现了副作用 中国方面主动公布的资料太少 香港日前有一名63岁的老翁 因患有严重糖尿病 接到社区接种中心通知 接网接种中国科兴疫苗 隔天突然身体不适 送医急救 休克后死亡 随后再传出一名55岁女子 施打中国科兴疫苗 三天后出现急性中风 3月6日死亡 两起案例是否与疫苗有关 仍在厘清 但民众施打意愿受到影响 据传媒报道 香港出现有预约者气打的现象 新唐人记者洛雅林岑星刘芳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芳采访报道